在这个审美被资本左右的年代,人们越来越怀念曾经的帅哥们,而曾被誉为最帅马文才的陈冠林,当年却因频频扮演反派人物而引起观众反感,更是因一场持续七年的家暴污蔑而饱受坎坷。 然而最近却凭有喜报传出,不仅在剧中掩活霸气总裁,还在戏外推出保养新品牌,投资七位数,人生第一次担任总裁,陈冠林由于之前不慎跌倒,面向受损,开始接触保养新品,便现出人生的第一次斜杠事业。 副业当起总裁,陈冠林不仅担任品牌推广,还是校长尖壮忠,他说希望品牌保有真诚,没有那么商业,如今爱妻与宝贝儿子相伴的他,事业更上一层楼,也算是苦尽甘来。 陈冠林,一个美术生,本应在设计领域展开梦想,然而,命运的眷顾将他引向娱乐圈,成为备受瞩目的演员。 他以处女作,在世南,展露头角,演技备受网友赞誉。 然而,即便是有演技的大帅哥,为何多年来都无法稳居主角位置呢? 陈冠林是一位实力派演员,入行多年,凭借俊朗的外貌和出色的表演备受关注。 他主要以出演八点档连续剧为主,每年都有不少作品上线,在内地影视圈也拥有一定知名度。 2002年,台湾阿诚,成为当年最爆款电视剧,但也导致陈冠林事业陷入低谷。 他在剧中饰演的纹固子弟角色引起观众反感,甚至遭到车窗杂击。 陈冠林选择沉默,认为这是观众对他演技的认可。 然而,这种沉默成为他事业的绊脚石,逐渐让他成为反派人物的代表。 感情生活也是他坎坎的一部分。 除了事业,陈冠林曾与女星郑仲殷有过一段难忘的婚姻,期间生下一女。 在陈冠林的生活中,三位女星的出现搅乱了他平淡的生活。 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,与星惠在伴完一生的拍摄中结缘。 随着深入接触,两人展开了恋情。 在交往期间,星惠介绍了自己的好友郑仲殷与男友认识。 三人经常在拍摄现场一同交谈。 然而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没过多久,陈冠林竟然在记者会上大张旗鼓地宣布与星惠的好友郑仲殷相恋了。 本来三人经常一起出入,这引起了媒体的猜测。 如今两位姐妹先后被陈冠林收入囊中,引起了不小的波澜。 星惠的爆料更使得陈冠林陷入了渣男渣女的舆论漩涡。 当恋情曝光后,星惠站出来称自己曾经被陌生电话打扰过大半年, 还表示无论怎么换号码都会被对方知道。 他怀疑是最亲近的人干的。 一时间,媒体纷纷将这件事推到了抢闺蜜男友的郑仲殷身上。 郑仲殷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愤怒。 不仅解释自己也曾被打扰,还怒对媒体,宣称自己不是第三者。 她是在好友分手后才和陈冠林交往的。 就在曾经的两姐妹因男人而大闹娱乐圈之时, 陈冠林与郑仲殷赏婚了。 据说两人只交往了短短三个月, 而面对两人的结婚, 兴会不再发言, 甚至淡出了娱乐圈。 本以为两人爱得有多深。 仅仅一年多, 两人再度被媒体推上了舆论的巅峰。 这次是因为闹离婚, 而这一切都因为郑仲殷怀着大肚子与陈冠林在KTV大打出手, 最终被送往警局。 原来, 郑仲殷在婚姻中表现出强烈的控制欲, 限制陈冠林与其他女性接触。 有人告诉她陈冠林与师妹林立青在新剧中有合作, 两人经常成双入队的出入, 关系似乎不简单。 由于怀孕在家, 郑仲殷开始产生疑心。 下逢有人告诉她, 陈冠林与林立青在KTV包间偷勤, 她一时冲动, 不加思索地决定去捉拿他们, 却没想到自己反被打了一顿, 还闹到了警局。 当晚的闹剧迅速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, 林立青及时站出来, 澄清两人只是合作关系, 毫不愿意卷入这场风波。 然而在郑仲殷后面的爆料中, 称自己与陈冠林恋爱期间, 就早已了解她嗜酒的恶习, 甚至遭受过她酒后的暴力伤害, 尽管朋友们多次劝告她离开, 但郑仲殷出于深爱, 还是选择了婚姻。 更令人震惊的是, 她还称陈冠林强迫怀孕的她多次亲密, 不然就去找别的女人。 郑仲殷不肯, 陈冠林就对她大打出手, 不仅如此。 郑仲殷把能泼的脏水, 都泼在了陈冠林的身上。 面对郑仲殷的爆料, 陈冠林却透过经纪人表示, 不想回应。 这一系列的指责, 让陈冠林成为舆论焦点, 成为人人喊打的渣男。 她的沉默被解读为认可, 舆论的谴责, 让她在各方面受到重创。 每一次出门, 都伴随着家暴男的标签, 陈冠林成为大众眼中的罪人。 离婚后, 孩子判给了郑仲殷, 陈冠林则卖掉了自己的房产, 将七十万全部给予了前妻, 并同意每月支付两万台币的抚养费。 然而, 郑仲殷并不满足, 陈冠林孤立无援, 几乎没有人再相信她, 受到事业。 生活和舆论的三重打击, 陈冠林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, 陷入绝望之中, 多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然而, 在一通电话中, 彻底打破了她的绝望。 电话里的人说, 我并没有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的意思, 我只是想告诉你, 就算你被全世界抛弃了, 我依然相信, 我爱过的陈冠林, 绝对不是那种人。 当听完这段话, 陈冠林的眼泪再也忍不住, 大声痛哭了起来。 而这位打电话的人, 便是陈冠林19岁时的初恋谢心仪, 也正是因为这个女孩的信任, 陈冠林走出了被全世界背叛的阴霾, 依靠着她重新站了起来。 2009年, 因为郑仲英与经纪人闹矛盾, 郑仲英经纪人袒露, 当时是郑仲英自己编造的谎言, 毁了陈冠林, 这莫须有的罪名。 在陈冠林背负七年之久后, 终于得到了证明, 原来当年的真相并非如郑仲英的指责那样。 在当年的KTV事件中, 陈冠林并非家暴, 而是出于制止郑仲英砸酒瓶的行为, 才不得不伤了她一巴掌。 然而, 这一事件却被夸大其词, 讲成家暴, 也成为了陈冠林噩梦的开始。 郑仲英的怒气和陈冠林的无奈, 将婚姻推向了不可收拾的边缘。 尽管陈冠林一直口碑良好, 但与前妻郑仲英的纠纷, 却闹得沸沸扬扬。 虽然两人已经离婚二十年, 但郑仲英仍频频在公开场合抨击她, 声称她不理睬女儿。 2023年2月, 郑仲英接受媒体联访, 透露二十岁女儿戴拉满月后, 就没见过生父。 虽然以各自安好, 总结两人关系, 却不免让外界质疑, 陈冠林是否尽到养育责任。 这些言论引起了陈冠林的极大愤怒, 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谴责前妻的挑拨, 发文表示我已经被消费了二十年, 我不愿再保持揭没了, 并表示自己一直在给女儿汇款公养, 但多次受到阻挠无法见面。 她认为女儿已成年, 希望前妻能够慎言, 不再胡言乱语。 2008年, 陈冠林与圈外人谢心意再婚。 然而, 由于老婆输卵管问题, 无法自然受孕, 他们只能通过打牌卵针的方式获得了一个儿子。 求子过程的艰辛, 使得陈冠林格外重视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。 晚上, 她总会抽出时间给儿子讲故事, 哄他入睡。 日常生活中, 也喜欢与儿子一同作画玩耍, 她的养育之道是鼓励取代惩罚。 将写给儿子的信藏在圣诞袜里, 仿效圣诞老人在枕头底下放礼物, 给予孩子惊喜。 她从不过分追求儿子的成绩, 而是希望用爱心培养她的责任心。 如今, 陈冠林与妻子关系融洽, 两个孩子聪明懂事。 在这样幸福的环境中, 她依然保持着帅气的外表。 难怪初恋女友爱了她28年, 在她复出后也出演过几部作品, 但影响度有些差强人意, 毕竟她的年纪放在这里, 在接戏或许只能接到父亲角色了。 还好陈冠林比较知足, 认为自己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。 人生就是如此, 一儿一女一爱妻, 生活简单却充实。 回顾起曾在娱乐圈掀起轩然大波的郑仲音, 她如同剧中扮演的气妇、角色一般, 不禁让人感叹, 如今步入中老年, 却还是没有找到陈冠林的接班人。 毕竟当时她在公众面前的所作所为都被记录, 是个男人也不敢找这样的人做妻子。 幸运的是, 陈冠林的女儿倒是长得亭亭玉丽, 健康成长着, 或许在郑仲音的安排下, 她会踏入娱乐圈吧。 生活中, 我们不该因为一时冲动而毁了别人。 陈冠林遇到了郑仲音这样的前妻, 也算是给自己的演艺事业埋下了祸根。 若非如此, 凭借当初的势头, 她本可在演艺界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, 但庆幸的是, 她找到了真正的幸福, 有了儿女和爱妻, 这才是生命最宝贵的馈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